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压抑尾翼都没怎么动过的飞行表演 表示强烈的愤慨 不过话说回来 歼20的亮相虽然让我们激动 但以老夫看来 本次珠海航展还有更值得关注的内容 就让本期点兵为您一一到来 先说说坦克 在本届珠海航展开始之前 国产轻型坦克的外貌型号VT5 将要参展的照片帖子就已经满天飞了 这可算是本次航展上除了歼20最大的明星了 毕竟在这个家伙上应用了太多先进技术 比如曾经让无数军工人倍感遗憾的 液气悬挂 液力传动和液压制退 比如传说中的尾舱装弹机 比如目前处于全球先进水平的 列尖式火控系统 甚至有些网友认为 VT5上的先进装备太多 会让价格飙升卖不出去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 但是还没有领会到VT5来珠海的真正目的 要知道这次军工带到珠海航展的 可不只有轻型的VT5 更有重型的VT4和中型的96B VT5上应用的先进技术 同样可以应用到VT4和96B上 甚至会因为重量体积不再受制 性能更好 而目前仅从技术水平来讲 能到VT5这一级别的 只有新进服役的日本伊灵式坦克和韩国K2 剩下的几十年前研制的爱布拉莫斯 鲍二虽然一直都在改进 但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有些落伍 而日本的伊灵式 为了照顾日本可怕的交通基础设施 不得不进行减重设计 和VT5一样 其综合性能反而不如那些老式的重型坦克 而这一点 看看同样属于重型坦克的VT4 貌似对我们这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就像上文提及的 包括从800至1500马力的发动机 各种级别业力传动系统 中国军工用三个级别的坦克来展示 现在中国的坦克工业 并不是像俄罗斯媒体所说的 正在追赶 而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尤其是代表坦克性能的三大关键要素 活力 动力 防护 中国的VT4 貌似不比所谓的下一代主战坦克 俄罗斯的T14要差 而且相对于只有重型坦克的美德法 以及只有重型坦克的日本 中国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可以根据客户要求 量身定制的供应商 从当年连方投方脑的坦克都造不出来 看着美国在伊拉克摧枯拉朽一般 击毁数百辆69 却欲哭无泪 到现在VT5轻型坦克和VT4 96B 一起亮相珠海 这实际是中国坦克工业 甚至中国机械 野金等行业在埋头苦干数十年后的一次爆发 而且这不仅向我们的客户 展现中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力 更是对潜在的对手进行一定的警告和威慑 看过了大家关注的坦克 老夫再带大家看一看 在本次航展中不太受关注的一类产品 火炮 一直以来 中国的野金材料 极限加工都被无数网友吐槽 中国的钢步型 高精度加工 得买日本的机床 等等等等 但在本次珠海航展上 展出了多种国产新型火炮 可以算是给这种论调 一个狠狠的耳光 当年 美国人将155口径的榴弹炮 做到了只有四吨 让我们惊为天人 而现在 我们的超轻型火炮 不仅可以做到和美国一样的重量 甚至还有余量安装 轻型柴油机 相应的机械控制装置 以及炮口测速雷达 而别的国家 还在为能把火炮安装在卡车上 而开心不已的时候 中国军工 已经将120榴弹炮 122榴弹炮 装到各种轻型 超轻型的高机动车上 不仅如此 现在的珠海航展 已经成为中国军工的盛大演出了 彩虹5 翼龙2等新型无人机的技术性能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 MQ-9 酷似美国隐身战略轰炸机的 彩虹805无人把机 更是让我们浮想联翩 而以前就被无数军迷称为 丧心病狂的火箭炮 这次更是拿出了发射后 弹头能够与弹体分离 弹头更能重新规划 攻击弹道的火箭炮 要知道弹头弹体分离 那是当年著名的飞毛腿导弹 都不具备的先进性能 而后者 别人不知道 反正印度各种先进弹道导弹 是做不到的 而这些也一样 一件件让我们机动的武器装备背后 是中国整体工业水平 数十年的后机搏发 铺天盖地的无人机 实际上是中国在具备 有人飞机设计 制造能力之后 随着自动控制技术的突破 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各型先进导弹 火箭的研发 更是需要电子 光电 甚至材料等多个行业支撑 从1991年 看到新型战争后的震撼 到1999年 被欺负后的心酸 再到今年珠海航展上 大放溢彩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中国军工 拼搏汗水 甚至泪水 而更重要的是 在这背后 中国整体工业实力的提升 请在微信上搜索 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 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 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请不吝点赞